泰國東西很好吃 而且有些是不好愛吃泰國菜 夜市 路邊攤 很好吃 吃就要問哪 來 最會吃的 吃的話其實如果說在泰國的話 我會建議說像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 它有一些特色餐廳 那一定要去嘗試一下 所以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是一個它的天空酒吧 這個酒吧去的話 你不能隨便進去 你要正裝 要穿衣服 然後我們剛剛要穿西裝 對 要穿 女生要穿套裝 然後18歲以下不可以去 所以它的英文名字叫什麼 它Skybar Skybar 然後你等於說它就是在頂 在曼谷的中心的頂樓上面 它可以整個看它的夜景 View非常好 另外就是另外一個特色餐廳 是像這個 一個溜冰鞋餐廳 它就是它的服務生上菜 就穿溜冰鞋 真的假的 還會釣鋼絲的 釣鋼絲的 這根本是摩扉的 這個在哪裡 可是那間會的菜是 可以這樣兩個 我會有鋼絲的這兩個 對 它的菜色有點就是中泰鋼絲 那好吃嗎 還不錯 而且很鮮 我想看它叫鋼絲 主要是它的那個上菜蠻鮮的 不是Key上去的 對 不是 真的就是它真的是 它就是釣鋼絲 然後釣釣鋼絲 大概一個人兩百塊 一桌兩千塊 大概就可以吃得不錯 是喔 對 所以很便宜 另外的話如果說是 你想要真的學 要想學 正統的泰國料理的話 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我現在看到那個人 下面是水 對啊 下面是水 所以說它是從廚房 要往客人的方向通 就是它 對 就是它是用溜冰鞋 然後 它下來之後 還會溜冰到你的上菜 對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它要學會 這些特技之後 它還要確定 它的那個菜是不會 對 它就不會跑掉 那如果是湯呢 它等菜要等好久 我每一道菜都要飛來飛去 那就是第一道 第一道來 第一道上菜秀 就是我們吃喜宴的上菜秀 所以說我們開的噱頭 OK 另外的話就是 如果說真的要吃 當地美食的話 我推薦可以先去哪裡的 這一家 這一家是泰國非常有名的藍巷 藍巷餐廳 它有一百年的歷史 本身這個 它是以前的泰國御廚 出來做一個廚藝學校 一二樓是餐廳 三樓是廚藝教室 你可以跟它預約 一日班 然後半日班 然後就是有一週班 多少錢 一日班的話 一個三四千塊的學費而已 然後它會從 採買食材開始 像我們很有名的主持人 美人姐 她也去學過藍巷煮過泰國菜 那她在那邊的話 就是會教你怎麼樣煮菜 然後 我們去也有教我們 對 然後煮完菜的話 你可以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在一二樓 品嘗非常道地的泰國料理 可是它做得很精緻 有那種西餐的用法 有泰國料理一道一道的 除了去學做菜之後 我還推薦說 可以去那邊學按摩 按摩 學按摩 學那個泰國的古大按摩 還有SPA 他們會教你專門按摩學校 真的喔 在那個沃佛寺旁邊 就有按摩學校 你可以學 對 我最喜歡這種 就是剛剛導播你take的這個 這叫泰式 泰式按摩 就是幫你做魚的 我最喜歡這種 另外 這邊要特別推薦兩個 如果去泰國的話 一定要再去這兩個酒吧 這個酒吧厲害喔 這個酒吧叫Le Bay 這個是Tom Cruise 曾經包場辦派對 在曼谷 在曼谷 它的外觀就是像一個 圓形的一個床一樣 裡面就是一個主題的一個 好漂亮喔 像上下部的落房 每一份旅遊書 都一定會介紹的一間酒吧 對 然後每天 它有好多好多的活動 它有好多什麼 model之夜 什麼DJ之夜 什麼好多好多主題 它會有人帶你跳舞 然後很多 幾乎那邊每天玩 都老外在這邊去 對 老外比較多 老外非常非常的多 最後這幾位達人 要一個一個來叮嚀 我們觀眾的 這個來 君主 你有沒有叮嚀的 大家如果要去拜拜 其實就是剛才欣梅姐講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拜白龍王 我覺得就是真的要誠心 就請穿整套白色 因為我曾經遇到過 因為白龍王其實她很慈祥 她大部分都會跟妳說話 然後對妳笑 我真的曾經親眼在旁邊 等著就看到有一個人 她就是不是穿 她是穿牛仔褲 然後穿黃色外套 然後就她輪她 站起來要走過去 所以白龍王剛剛想說 妳 回去 我不要看妳 有 她真的會生氣 白龍王要漂亮的 怎麼會呢 我可能要提醒大家 因為泰國我覺得 如果大家去買東西 還是比較會去逛一些夜市 跳蚤市場 然後我覺得要切記 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買那樣東西 你再去跟老闆殺價 我真的看過就是我的朋友 就是一殺殺一半 然後就想說 然後就掉老闆胃口 好 不賣不賣 那我走了 然後老闆就追回來說 我賣妳 但是他又沒有要買了 我跟你講老闆真的就在路上 破口大罵 雖然說他是罵泰文 也不知道他在罵什麼 但還滿恐怖的 所以就是 你要殺價 就是你真的要買 你再去殺價 不然就是不要亂殺價 好 那我覺得其實 要吃飽 要吃飽 對 然後呢 我今天其實有帶一個包包 一個一個泳衣 因為我覺得大家去泰國的時候 尤其去那種海邊的度假屋 都不知道要帶些什麼東西 可是其實 你又要帶防曬 又要帶太陽眼鏡 又要什麼防蚊衣 防蚊衣一定要帶 而且這瓶小孩子也可以用 這個其實當然小孩子都可以用 而且它是有香茅草味道 其實它也不會臭 然後呢 我覺得就是要帶一個這種 所謂的藤嵐式的這個編織包之外 然後我覺得比基尼 一定要穿得很漂亮 那我的比基尼其實是厲害 不在這裡 它就這樣子一般的比基尼對不對 可是呢 記得女生們很重要 要帶一個小裙子 小裙子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呢 可能你要去餐廳嘛 要坐下來吃飯 你就圍起來 再繼續吃 就不用回房間再換衣服 還有呢 就是有些女生呢 可能有時候 出門的時候太匆忙 忘記修毛毛了 所以有時候 也可以拿著稍微來遮一下 有 直接去蘇美島 我覺得那個地方是非常 就是很原始的地方 然後希望大家如果有再去種 其實泰國之外 很多島嶼還是這樣子 那大家如果去那邊 盡量不要帶什麼塑膠袋 還有那個鐵罐 還有那個一開罐的那種罐子去 環保 讓那個地方的生態 寶特瓶可以嗎 寶特瓶也不要 可是我們會帶酒耶 怎麼辦 酒是玻璃瓶可以嗎 酒也不要 最好不要 因為就是盡量保持那個地方 那漂亮的那個樣子 就是你可以帶來 但是你就把垃圾帶走 你可以帶 但是你可以帶那種 像保溫杯那種水壺就可以 我就希望大家能夠取手之勞 對 好 我想最後分兩個部分跟大家提醒 第一個 因為不管你是要去拜拜 還是要買東西 還是要做SPA 你都要用到錢 其實用台幣在當地換泰銖 是划不來的 對 然後你用美金換泰銖 換算回來的匯率是比較划算的 換錢比較多 對 換錢比較多 而且他們那邊的美金匯率的話 100跟50的匯率比小超還要再好 所以你到那邊的話 請帶美金的大超 到那邊再換泰銖 到那邊是跟 那邊的銀行或販店櫃台 都可以換到比較好的匯率 或者刷卡也很方便 對 然後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因為泰國很熱 所以你的保濕防曬要特別注意 好 還有就是要多喝水 因為泰國的天候 我們台灣人不習慣的時候 連晚上都可以三十幾度 一下飛機就熱浪洗來這樣子 你會一下子會不習慣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跟身體健康 然後出發前可能 要買足夠的旅遊保險 因為在泰國 如果說外國人生病 看醫生其實也滿貴的 所以這部分要特別的留意 然後另外就是可能 所以說泰文你不懂 你可以透過很多旅遊書籍或網站 先查好它應該有的資訊 泰國人的英文都還不錯 對 都還不錯 太多了 所以說其實不用擔心 它是一個滿自由 而且非常方便的國家 可以很輕鬆的去玩 一定要帶一些腸胃藥 一定要 我就有在泰國上吐下泄的經驗 有 比較迷人 不喜歡 酸酸辣辣 就一直喝很多椰子吃 又吃太多酸 腸胃一下適應不良 還有不要吃太多的椰子 椰子一天最多吃兩顆就好了 太多真的會拉肚子 真的會 還有一個最後的叮嚀 就是我個人的經驗 就是不要在泰國 如果你有華人朋友 或者他會講華語的 千萬不要跟他講到政治 對 他會跟你翻臉 黃三菌跟紅三菌 通通都不要提 就算你很有興趣也都不要提 就是他們會很不高興 通通都不要聊到政治就對了 祝你旅途平安愉快 謝謝各位達人 謝謝 謝謝